我今天是報告來學習 也是向各位致敬 我想我念了這幾天稍微認真稍微念的一些書 越念越恐怖 所以我今天嘗試 如果我沒有講錯 那請各位前輩指證 這是三年前 我從電視上看到福大和哉的時候 那我看這個照片 以前我對日本的印象還沒 沒想到日本也是騙日本人 他說核能是未來的能力 是安全是照亮未來的能力 下一張 下一張 開始 開始 直接議員 以為有人用電腦協助她要幫忙直接用按鈕 把握一下時間 所以你看看 這是另外一張 我們看它是發展公布會 完整我們先看 所以 三年前我看了很長時間 我想今天我們早上聽了韓國 韓國也在欺騙韓國人 請下一張 我是藏化基督教醫院 因為我是副產科醫師 所以我今天 我會強調總副產科的觀點 看 我們不是影響我們這一代 我們三十年前 一九到六年 古島核災 它發生災變 今天有沒有繼續影響全世界 它只影響歐洲嗎 所以我稍微會講 輻射的危害 當然是高精量的 極性的 慢性的 當然我會從學育方面來講 我從免疫來講 那最主要我剛剛講 我是副產科醫師 我會強調對胎兒 我們看不到肚中裡面 那個黑胎 那個胎兒 正在發育中的胎兒 它會影響多大 那最後我會特別強調假狀性 那我會強調 女性跟男性 女性跟男性 我其實都不一樣 今天在座有很多是女性 所以我特地要向女性出現 我知道台灣的女性已經 我站起來了 滿麻煩的 在座有堅持到現在 很多都是女性 所以等一下我會稍微強調女性 那最後我會做一個總結 謝謝 你再這樣 那剛剛講的高精量極限 低精量是慢的 你再這樣 所以剛開始我們如果高精量 會皮屋 從外面頭髮 但是也會影響我們的生殖器官 影響我們造成不育 影響我們的眼前 造成外面 就下一張 那我們看極限的棋 比較大的 那比較輕的 會造成我們身邊 就下一張 我們看一看 量比較小 它可能噁心噁肚而已 量的話 150RUS它可能會造成小 但是每一個它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影響下一張 我們看看高精量 它可能會造成造血的問題 腸胃的問題 還有重粗 我想重粗是最重要的 我們看看造血 造血會保護我們 是帶氧氣的 所以腸胃是我們外面吸收 我們才有能源 來製造紅血球 還有免疫力 所以如果這三個都破壞的話 看我們下一張 我們看一看 如果極限期的話 前期只要數分鐘 它可能就造成耳機後空 那可能 過了以後 做變很好 但我們前陸期 如果很高的積量 它可能數小時 它就包重了 那如果量 比較小的話 它可能一到三個一點 它也會包重 所以我們看看 剛剛我們講 它有的積量 有的是沒有積量 我們看右邊 右邊是沒有 沒有 什麼是安全 左邊的 也許 我打一個圓圈 這個圓圈 也許說你超過什麼 激量才會贏 但是右邊 它是沒有的 可能 它就有健康效率 第一個激量 它沒有什麼是安全激量 所以我們看加拿大 它的標準 我們這幾天看電視 我們看一看 說空中小姐 飛行員 它可能是白雪變得到危險 其實它的激量一年 只有0.01毫熟 我們看照X光 一次都是照深入X光 其實只有0.01毫熟 我們看看加拿大 它每一年 公眾的覆蓋是一個毫熟 等一下我會講 一個毫熟 其實是危險 我們不要講其他的CP 做電腦斷審 還是有害的100個毫熟 剛剛我們講的更高的 我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低基量 我今天會強調 假使小一個毫熟 它可能會影響我們遺傳 可能影響我們下一代 不是只有影響我們外表會白症 會我們子宮內 會胎兒 它會影響我們 所以低基量 影響不是這一代 它影響我們下一代 請下一代 所以剛剛講 會造成孩子請下一代 我們看看 子宮低基量 它可能影響 不是只有孩子 它可能影響 嬰兒死亡率 所謂嬰兒死亡率 就是出生 一歲一年的死亡率 這代表一個國家的周產期 代表它的產科的醫療品質 如果我們看OECD 在比較各國 它的醫療水準 就是看一歲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死亡率 這是影響 我們等一下會等一下 影響IQ IQ影響你大概很難看出來 請下一張 所以 每一個人 他的差異是很大的 所以在子宮內 我們看看在基量是很普通的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當然有漸漸影響 它可能只是造成水 細胞 稍微改變 間接的 不是直接的 請下一張 當然是直接的更普通 它就從我們DNA裡面 直接傷害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它的傷害 不是只有細胞 還有細胞裡面的分子 我們影響裡面的DNA 好 請下一張 所以我們影響從分子細胞組織 氣關全身 全身 都可能 請下一張 所以我今天先講學藝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這折磨比 我們看看第一波 如果從一到五個grade 我們看看 在第一天 全部所有人 不管你是一到五grade 全部白雪球馬上下降 然後它還有第二波 第二波在這個時候 上來以後 第二波在下降 紅度 白雪球第一波上來以後 又再下降一次 它要回覆多久 五周 你看看 多久時間在一千 白雪球在一千以下 你大概很難防衛 你看看 這幾周 你的抵抗力 你的感染力 你的免疫力 全部已經下降 所以啊 我們看 第一個白雪球 就殺了 它要回覆 要虛弱他們的球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所以第一個 感染死亡 第二個 你噁心偶醉 你就試不下 然後 後來倒死 請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看 殺很快 一到三天 白雪球 淋包球馬上下降 白雪球 硬到三天 然後第二波就是 造雪的 紅雪球 還有雪小板 第二波下降 我們需要 三到四個禮拜 才能夠度 你這三個禮拜 你能度過嗎 請下一張 所以啊 我們看看 剛剛血液常為 神經前去尊重 如果 一到幾到 很短時間 今天就十歲 滿下降 所以啊 我們在座今天 大概沒有十歲以下 但是也許六十歲 今天如果 膚色發生在這裡 每一感受 它是不一樣的 對小孩子 對小朋友 對一個成人 它是不一樣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這是國際同生的 我們看看 孩兒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它會影響癌症 它會影響白小的 它會影響孩子的 癌症 我們看看 胎兒其實 它不是一個胎兒 它胎兒四十週 它分好幾歲 八到二十週 八到二十週 它是比較敏感的 我們看 八到四十週 特別敏感 十六到二十週 是敏感 所以你不同 實習部份的話 它的影響 第一個可能影響IQ 第二個它可能造成你的 腦部的發音 小腦症 腦部是要小的 但是你沒有什麼 它會影響 其實大概很困難 好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摩尾 這是二零一零年的 論 二零一零年論 我們看看 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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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諾比 人戰 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摩尾 我們看看 那時候小孩子 在母親附上的排隊 我們看看 在十五年以後 十六年的時候 他平均 他在學校 他學習的智商 我們看看 Lowbos的 在青春期的時候 二十年以後 看看 這個報告 我們看看 車諾比在這裡 北歐市在這裡 烏克蘭在下面 百二螺市 我們看 那一天的公項 他是第一天 是往北西西北 第二天是西北 第二天是西北 所以 你在白俄羅斯 他反而低 烏克蘭不同 請問下一道 我們看看 所以車諾比在這裡 不光 如果往左邊 往上分 第一個當然是三萬元 而且西北 所以我們看看 這是挪威的地 他分成兩組 第一個 他比較 CS137 這個比較低的 這個紅的 比較高的 他就用這個 一個孤禄組 一個當對照 挪威是在車諾比 一千五百公里以外 我們看看 這個結果 請下一道 請看看 再用加拿大 加拿大 我們看看 標準是 一個豪西北 每一年的 孤禄 我們看看一百個 當然我們知道 可能會造成癌症 我們看下一道 但是我們看 他的背景值 就是發生 車諾比一九八六 十八個月以後 我們看看 孤禄組 剛剛紅色的地方 他的背景值是 0.935 淘氣我 隔離 小一一 他的對調組 是更小 0.01 但是兩組比起來 你看看他AQ 是不一樣的 一直是有意義的 這邊孤禄組 是一百 那邊比較聰明 一百六 我們看看 他的語言的IQ YESA 左邊是比較 低的 請下一道 所以 我們看看 這是整個胎兒 同樣數十週 它是不同的週 這個八個禮拜 跟未來八個禮拜 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把它切成十六週 前面的八週 後面的十六週 到十五週 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大腦 大腦從出生到受影響 影響到出生以後 甚至影響到二十歲 我們看看 免疫 出生還是受影響 外部影響 現實一般就是受影響 所以他的影響 如果從胎兒開始 他就影響到一輩子 下一道 我們剛剛講八到十六週 特別敏感 是大於十六的致敏感 我們看看他的語言 八到十六 九十九 大於十六 所以同樣一個週數 對胎兒的影響 那是不一樣 請下一道 所以基辛惡 我們再看看 胎兒 剛剛講八週以後 八週以前是胚胎 就是受影響 剛化身的時候 你胎胎不曾請 你胎兒都死掉了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胎兒都死掉了 沒有社會問題 但八週以後 胎兒正在混合 你的心臟開始瘦 這個時候如果受影響 你胎兒都死掉了 所以我們看 在胎兒俄羅斯 他出生的 這是胎才在 美國小科醫學位雜誌 2010年的雜誌 我們看他出生的 神間短缺點 多了0.15倍 我們看他的小腦症 小頭症2.8倍 我們看他的小眼症 是4.8個倍 全部基金 1.2倍 這是基金 過眼之下 這是外觀 我們剛開始講 他功能的 請下一個 所以 他會 除了剛才以外 還會誘發癌症 骨髓 骨骸 甲狀腺 癌症 大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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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 他會造成白血症 所以 聽聞就像 甲狀腺癌 請下一張 所以 剛剛講 他的影響 孩子 小孩 還有女性 大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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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看看 在南部 我們剛剛講 風王西北村 那德國呢 德國 後來 我們看看巴巴利亞 巴巴利亞 他的報告 我們看看 他的背景 只比 一年0.5個 幾乎 只增加1.5 但是他的 燕額死亡率 只增加15.7個省 請下一張 所以 我們看到節目期 我們看看 白血病 兩到四年 假到現在 他 五到四年 我們看 他可以大於25年 所以 除了 今天 1986年到今天 是幾年 28年 他還在 還沒有發生完畢 他還在繼續 影響 全世界 請下一張 所以我們剛剛 用外部的呼錄 還有外部的呼錄 請看下一張 我們口中吸進去的 吃進去的 皮膚 抹進去的 還有注射進去的 這一張 所以 我們 剛剛講 出生的小孩子呢 出生空氣 他吸的是我們2倍 他皮膚接觸是我們3倍 他喝的水是我們3倍 他吃的水是我們3倍 他吃的水是我們3到4倍 所以 同一個劑量 我們對小孩子的影響 大不大 請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看 小孩子的 假如現在 他好像一直非常關心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烏克蘭 在下 車轟在中間 被白俄羅斯在做飯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這個是紅色 白俄羅斯是紅的 烏克蘭反而比較輕 所以 劑量不一樣 他的結果也不一樣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白俄羅斯 他的假如先來 就是這樣 直接上升 當然烏克蘭也是上升的 但沒有那麼別種 那就是剛剛這樣 忌諒 請下一張 所以男跟女也不一樣 不一樣的 男生是用藍色的 女生是用紅色的 我們看看 1986年 2001年 女生還在聚區往上爬 男生開始一直往下爬 誰對男同 所以 我們今天演講的 男女同比男同 阿公 請下一張 現在可以差異 這是2014年 對西方的 請下一張 我們看看 這是日本 所以我們看看 這不是最新的 2014年 我們看看 福島 核災 他的放射這個點 只是車末 十分之一而已 放射點 只有 到西方的環境 只有十分之一 但是我們看看 這是2014年 他篩檢 福島附近的資本 結果 福島事件前 他發生講到現在 他的背景值 百萬分之 1.2 但是福島以後呢 台灣分數是313 我們看看 車末比是40% 技量比車末比小 我們看他的 假動線癌 福島是 車末比的8倍 當然 不能這樣比 我今天要講 他的技量是比較小 但是他的假動線癌 當然現在有比較好的儀器 比較好的可以找 但是我想 我們以前都低估了 我想我們現在 比我們以前都同 所以我們看看 男生的女生 男生在90個裡面 女生是58個 男生 三歲 差一轉 我們看看 女孩 受害最深 且開下一趟 所以 今天我們說 全球 一定要合作 今天福島核災 不是今日 剛剛 走掉船 台灣 所以 美國 諾貝爾 核電廠 美國 諾貝爾 核電廠 在1986年 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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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部落格 裡面寫的 台灣的醫療 無小 承受核災 所以 所以 各位公 其實我今天也是 新書 我想 台灣的醫師 懂這個 大概 原來不到 福斯科 所以台灣也沒辦法 承受核災 我是保留 因為我今天 唸了很多書 但是其實還是 第一次辦集 所以台灣如果 沒辦法承受核災 我們 怎麼可以 在那麽小的地方 有那麽多 核電廠 這是我們 我向各位 謝謝 非常歡迎大家 到台灣來 我想我們 一定要共同努力 剛剛講的 無災 它是無緣無界 它影響 一代年代市場 它影響全球 謝謝各位 謝謝